民众开心地打起羽球 这处崭新的羽球场就位于育仁休闲广场 这处在南农国中下方的休憩空间 因为年久失修一度杂草重生 根本无法使用 旧事员通知委得知后协助地方 向民政处争取到220万元经费进行诊件 向解决当地社区长期缺乏活动空间的老问题 打造符合地方民众期待的休闲广场 大家长期都会发现说 这边有一个闲置空间 然后乱七八糟杂草重生 我们这个社区刚好沿着山坡上来 其实它是没有太多的休闲空间的地方 所以在几年前里长的建议之下 我们大家一起会看 一起区公所大家共同来努力 也争取了经费 把这个闲置空间跟南农国中做了沟通 我们拿来使用 让我们的社区可以有一个完善的 休闲活动的空间 第一个 我们山坡上其实它完全没有一个 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地方 第二个 我们这个地方因为人口高龄化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育人休闲广场设置完成了以后 不管国中还是国小的小朋友 都是在地的居民 我们的长辈来接小孩 还是小朋友来等待的时间 都可以在这个空间活动使用 包含我们这边这个羽球场 其实设置是国际标准的 所以大家有心要练羽球的朋友或同学或是社区的居民 其实可以跟里长来提供来使用 我想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用的一个示范作用 重获新生的育人修行广场 不仅有全新羽球场 还有12岁以上专用的溜滑梯 以及遮阳凉亭等 大人小孩都可以开心的在这里享受运动休闲的乐趣 感谢师傅 感谢议员 为我们这一块废地活用的地方 把我们改善成这种一个活动空间 休闲空间 让老中幼都可以使用的一个空间 有一个很实用的一个羽球场 还有一个活动空间 还有让小朋友有可以去做的一个溜滑梯 透过育人休闲广场整建工程 也一并将南农国中同学步道 及整体景观重新再述 兼顾里民与学校的使用需求 达成双赢的目标 记者张其谈 金融报道